最后有我们大家长 崔布盛校长所带来的压轴走秀 请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崔校长 我想各位看到我走路的样子 就知道我大概是什么年代出生 跟我们这个新世代的同学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用几个字 哇哇哇 真的是还是对我们现在的同学 那么有创意那么有想法 而且敢表达自己 表达最高的这个appreciation 真的很不一样 看到我们同学那么活泼 那么有创意 能够把心中的想法讲出来 我真的觉得非常配荣 非常谢谢各位同学 你们愿意把你们才华跟活泼的一面 在今天这个场合来呈现 最后位同学的这个恋爱心理学 我应该介绍给我的小孩子 因为我的小孩子 到现在已经在读博士班 最大的我四个小孩子 最小的是刚刚上大一 到目前四个都没有男朋友 也没有女朋友 这个是我跟我太太 目前最担心的一件事 我都不至于这样子 啊怎么我的小孩子 对啊 对啊 所以我应该追见他 就叫一下恋爱心理学 那我想这个各位同学 应该可以感受到 刚刚不管哪一位同学 或者我们馆长 你都可以发现实际上书 不管是你读什么样的书 各位都可以从里面 学到人类的智慧 这个智慧是各方面的 涵盖面的非常非常有关 那我在这边 也对第二位同学跟他妈妈 特别是他妈妈 表达最高的这个敬佩之意 父母亲对小孩子的爱 真的是无以伦比 特别是爸爸妈妈 能够包容 能够接受小孩子 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个性格 在以前那个时候 说真的是不容易 当然今天我们看到台湾社会 现在也变得很多颜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想法 提出来讨论 但是在十年前 甚至在我们那个时代 各位也可以去想想 那个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位妈妈 我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我们身在台湾 我们应该感到非常的有福气 就是说我们社会一直在进步 那一些新的观念 大家也都可以从更多元 更包容的角度去看 我想各位同学你们都还很年轻 所以很多的想法 可能会跟我们在座几位师长 或者是甚至为人父母的想法 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 你会渐渐会了解 就是说这个包容很重要 能够多听听不同的人的一些想法 跟尊重别人的 一些不同的性格 是我们台湾说真的非常宝贵的资产 所以各位也要对我们的社会 对台湾要有信心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别人写不来的 这种包容的力量 这种能够尊重别人的力量 是别人写不来的 不管你大楼盖的多 再多 高速公路建的再多 其他的硬体建设再好 事实上一个人的涵养 我们经常 各位同学你们可能 跟我们不同的世代成长 我们经常会讲说 这个人看起来就非常有气质 有涵养 这种东西是很难去量化去描述 但是你的感觉就会感觉出来 这个也不是你有办法短时间去学习的 那我个人一直很喜欢读书 那事实上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说真的我非常感动 它就是我们生物产业积电系 陈家中陈老师 他写了一本书 虽然各位可能在网路上 大概买不到吧 我不晓得 因为他送我了 他写竹山陈家 因为他家住竹山 那他们陈家在竹山已经 到台湾上是第九代 那我 他送给我的时候 我就先把他摆在办公室 大概是两个月前 我正好到欧洲 不是到美国去的时候 我就带在我的行李箱 那我在飞机上 我就电路来回书 不是很厚 但是是在写他们 他们陈家整个 搬来台湾之后 他的祖先一直到他 整个家族的发展史 那令我非常感动的 对我来讲是 非常感动的原因是 我跟他处在相同的年代 我们那时候就是读完大学 那可能就会出国留学 那时候我们的家境 一般的社会的家境 说真的都是小康 那我们那时候说真的都很幸运 包括在座的 我们的房顾啊 我们这个苏协务长 甚至馆长都一样 我们那个年代 没有 苏馆长很年轻 我跟他讲说 我一年都不大了 我有占他田 实际上他是非常年轻 他这个也感受不到 那这个陈老师 首先他们 当然逐餐陈家算是棒的 但是毕竟那时候的 父子生活也不是那么丰富 那他出国留学 我就看他在那里面 写出他留学期间 虽然有一点点讲学经 但是背負到 姑母亲对他的期待跟起习 我这个读起来真的是非常感动 因为他在国外在读书的时候 几乎完全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 为的目的就是赶快拿到学位 因为他的父亲身体非常不好 他希望在他这个父亲 说真的离开之前能够拿到学位 那他真的一个博士两年半 真的就把他拿到学位 真的是自以自恋 你看他在描述他在国外那种生活的一个情境 跟如何一直在思念家乡 各位你们现在说真的 在某个程度是比较细 原因是即使你今天留学到世界各国 各位手机打开 你也可以看到你的父母 你也可以看到这个亲戚好朋友 可是说真的在我们那个年代 家境也不深 你到美国去很可能就是拿到学位 然后就回来了 我也想各位现在你们留学喔 去一个闲旗马上 韩家人公司马上回来 建筑人心等候 那所以这本书给我的是感动 虽然我们都大概都同样的年代 那会让我在这个年纪 会自己开始回顾我们以前的生活 那所以陈教宗陈老师这本书 在市面上可能买不到 但是我读起来我真的很感动 那今天真的非常谢谢各位同学 还有包括书房长 能够粉末登场 那我们看到各位同学 活泼亮丽 有创意跟创新的一面 那我希望这个空间 各位同学可以善用 甚至还有 我相信还有很多同学 根本不晓得图书馆有这种空间 那也希望各位里面 发挥你们的影响力 多介绍给同学 我希望打造我们中心大学 对学生而言 是提供一个最好生活 跟成长的一个环境 那谢谢各位同学 能够来参加今天的朋友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上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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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